我們連線給記者黃佳平來告訴大家 佳平 這主播大同油品被爆出 賣黑心油大賺黑心錢 而彰化地檢訊也發出了查扣令 查扣高正麗名下 大概有5億元的財產 不過呢立委高 趙天麗呢是召開記者會 他拿出公文 公布高正麗呢 其實企圖脫產的證據 我們聽聽他怎麼說 有他的聯絡人電話等等的 他給誰呢 他給他所有的相關客戶 他給所有的相關客戶 發文的日期呢 在102年10月21號 也就是當他們的母公司 正在被扣押 負責人的財產被扣押 以及市政府正式把這家子公司 油品送宴的同時 他們發出了這個 大順管制第102102101號 最速箭的一個公文 阻止更改付款方式 通知所有的客戶 請立刻更改付款方式 他說自即日起 公司收款方式更改如下 原付款方式為匯款者 請改開立支票 支票請勿指名抬頭 勿蓋禁備 禁止備書轉讓 肯請各客戶配合 謝謝 這是公司的大小張 大張就是大順 自由股費有限公司 小張就是高正立負責人 這一份的這樣的一個發給大家的公文 我們在今天下午 我們在今天下午 大家手上拿到的資料 3點26分收到了 其中一家客戶的傳真來跟我們檢舉 趙建林說他今天下午2點多 接貨廠商的密報 就說他們收到大順自由的公文 要求他們 要把原本的匯款的方式改成 改立這個支票 而且支票是不要指名抬頭 這很明顯就是脫產的行為 而這個時間點也是在21號 檢方發布這個查扣令 而且大順子公司的沙拉油 萬一結果還沒有出來 還沒有被扣押的時候 這個時候這個時間點 是不是就是要脫產了 十分的遏職 所以他也呼籲檢調單位 要加快腳步來防止高正立脫產 以上就是現場最新情況 把鏡頭交換鵬內主播 好 立委趙天玲在剛剛拿出的公文 強調高正立已經要旗下的一些廠商 要匯款的時候 千萬不要拿現金 而是要拿支票 而且不要著名抬頭 很明顯的就是要來脫產 這是我們剛剛收到的最新消息